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秦帝国虽然只有十五年的时间 但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十五年 它是秦人先祖 碧露蓝旅 一代代苦心经营 百折不挠 从一个连诸侯都不是的西周附庸 在激荡的血与火 搅持着新宇旧的历史大发展时期 一步一个脚印 在起起伏伏的历史波澜中 跨越几百年的历史光阴 艰难崛起 最终荡平六国 一统天下 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 这是一场持续多代人的接力角逐 可谓江山如画 豪杰辈出 大秦的迹象也因此被映衬得 更为辉煌大气 意气风发 那么秦国崛起漫长的道路 又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呢 秦人先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博弈是什么人 他是雨顺时代的大功臣 他辅佐大雨治水 立了大功 又为雨顺 调顺 鸟数 把野兽训练生加勤加畜 又立了大功 所以雨顺给他三项奖励 第一 赐给他一面黑色的旗子 第二 把雨顺本族的一个美女嫁给他 第三 赐给他一个信 这个最重要 这个信就是银信 银信从博弈开始 博弈就是银信的始祖 本来雨的继承人就是博弈 但是当雨去世以后 雨的儿子下棋 夺取了政权 所以博弈呢 他失去了继承 由此在整个夏朝 博弈的后代 银信的后裔都是没有势力的 都是受压制 受排挤的 那么也就很自然 博弈的后裔 银信 都积极参与殷商 推翻夏捷王的斗争 那就可以想象在 银商时代 这个银信就非常得势 并且被封为诸侯 银商被周朝推翻 那么到了周代 这个银信的后代 从高峰跌入深谷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大清崛起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初次崛起 西方诸侯 秦人一直到西州的中后期 受封为附庸 也就是地方不足五十里 从这开始 但是这个五十里的附庸 他不仅仅是为周王养马 因为在整个大西北 有几十个西隆的国家 或者是部落 大家都是从事游牧的 所以这中间 明明经常的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 需要打仗 因此 这个秦营部落 这个附庸 他们就要组成自己的军队 经常开战 所以他们 从来就是上武 勇敢 这也被周王养 看中了 所以周王养呢 后来就不仅仅当做养马的人 而且是作为一支 抗击西隆的重要力量 来对待的 到西州末年 我们知道周游王 烽火系诸侯 这个事被秦相公赶上了 周游王失去诸侯的信用 点燃复火也没人救 因为他把王后和太子给废掉了 所以得罪了申侯 申侯是王后的父亲 太子的外公 因此身后 联合西隆 围攻周游王 周游王这次死了 点燃烽火 没人救啊 有人救 秦相公 他就带着军队奋战 建大公 当然 没有救上这个周游王 表现出了对周王朝的忠心 当周游王的原来的太子 依旧被立为国王 就是周平王 周平王在西边待不下去 就在东前诺阳 这个时刻的秦相公 再一次的表现出他的 非凡的处事方式 带着他的军队 护送周平王东前诺阳 这时的周平王很感动 因此 这里就把他封为诸侯 秦相公 就是秦国的第一任国君 开国之君 手里有没有土地呢 有 是一句空话 周平王说 西山以西的地方 被西荣占领 打下来就是你的 从此 秦相公有事可做了 在这个地方 那么秦相公并没有完成 他又战死了 他的儿子秦文公 在位时间长 逐步实行 对西荣的反攻 夺回了西州的故地 也就是说秦国 从一开始 就是崛起 他是随着西州的灭亡 开始的 在整个大西北地区 秦国实际上 取代了过去的周天子 取代了周王朝 有一位网友问 秦相公当时连诸侯都不是 为什么对周幽王 如此忠心耿耿 因为 他忠于的不是一个周幽王 是整个周王市 秦国和楚国不同 和楚国的发展 是在和周王朝 对着干中发展 但是秦国 是在和周王朝的合作中 是优惑周王朝中 得到发展的 不忠于中王朝 秦国就不能成为秦国 还有网友问 秦相公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 能不能算是一个 城上起下的关键人物 这个话说得好 说秦相公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 就是一个 成前起后的人物 对了 秦相公在外只有十二年 在西州有七年 在东州有五年 在西州是做大夫 在东州做诸侯 做了诸侯之后 他的领土增加了没有 没有 还是原来那样子 只不过有了一个 名正言顺的称号 是诸侯了 建立国家了 他是秦国的开国君主 秦相公死后 从秦文宫开始 好几代的军卫传承 都出现了混乱的现象 使秦国崛起的上升势头 受到了遏制 那么秦国后来又是怎样 走上复兴的道路呢 大秦崛起的第二个阶段 再次崛起 西龙霸主 这就是秦穆公 秦穆公是个不简单的人 在秦国历史上 他是一座高峰 他不仅仅是秦国 历代国君的一个标杆 而且他也在春秋战国的 所有霸主中读书遗址 他的特殊在哪里呢 我们看看孔子是怎么说的 当孔子三十岁的时候 他接待了秦国的 著名的燕英 燕英是陪着他的国君 齐景公来的 齐景公就问孔子了 他说秦国小 地方呢又很偏僻 他为什么就能够成为 一个霸主呢 孔子是这样回答的 秦国虽小 其智大 处须疲 行中正 身具无骨 绝之大夫 其内泄之中 余弥三日 受之以正 以此取之 虽妄可也 其霸小矣 这个王都去神 秦国国家确实小 地方也偏僻 但是志向大 行得正 而且他用人 追贤重视 就说那个白里希 用五张羊皮换来 地位够低吧 在奴隶里面也是低价的 和他谈了三天 把他从累卸之中 从一个被捆绑的奴隶中救出来 和他谈三天 受之以国阵 这是什么样的眼光 就这个眼光来说 这个秦穆公 是可以做天下之王 做霸 那算啥呀 孔子对齐桓公 靖文公都有评价 从来没有对秦穆公 这么高 孔子说 靖文公 绝而不正 齐桓公 正而不绝 这对他们的评价 就没有说 有对秦穆公 这样高的评价 人们印象中 秦国是行暴政的 但是我们要说 秦穆公是行德政的 他的德政表现在哪里 两个小例子 一个是对内 秦穆公的 一匹马丢失了 被旗下野人杀了吃了 这些野人就是老百姓 被官方抓住了 秦穆公不但不处理 反而送酒去 说吃了这肉 必须要饮酒 怕伤人 这是国内 国外呢 有一个秦穆公 是在秦穆公的 移手指示下 回国做国军 言而无信 但是靖国发生的灾难 没粮食吃 从靖国投过来的 批报就说 趁这个机会 怎么打靖国呀 但是 秦穆公 他吸收了 简叔啊 还有其他几位大臣的意见 也是他自己的意见 秦穆公 不但没有派兵 承认之位去攻打 而且呢 发动全国调洗粮食 运粮食 这一次行动 叫做泛舟之谕 是从秦国的首都 雍城 开始呢 装车 然后呢 过河 过渭河 过黄河 过了河又用车 一船朝车转 用船 朝运 用车 转运 只用相望之将 雍是秦国的首都 将是晋国的首都 说两个国家的首都 里边运粮食的 后边看到前面 前面看到后边 你说运了多少粮食 去救一个国家 因为秦不公说 他国军有罪 老百姓没罪 这就是德政 秦国大臣的德政 最典型的是白里希 说他从来就不坐车 不打一个伞啊 遮到太阳啊 摆个架子啊 而且没有那些 那些什么 侍从啊 有车上 移上队啊 都没有 突破行走 是这样的 再就是秦国 是崇尚文明的 至少秦不公 这个时候最大的影响 是很有文化品位 但是进攻这从而 流亡各国 所到之处 大国啊 有的是送美女 有的是送车马 有的是高规格招待 然后说你怎么回报我 当然小国不知深浅 不知高低 竟然呢 去偷窥一塌洗澡 竟然 企图谋杀他们 不管 是有礼貌的对待 是无理的对待 我没有见到哪一个国家的国君 能够像春秋时代的文人那样 在外交场合 读几句诗 副诗 研制 所有国君都没做到 最后一战 公子春秋到了秦国 他舅舅就紧张起来了 秦木工要舍国宴招待春秋 子范就是胡言 他不敢去 说我没文化 那人家是文化人 不像其他国家 谁去啊 赵崔去 所以在宴会上 崇尔和秦木工 不是谈具体事 而是你读一段诗 我浪诵一段诗 一共各浪诵了三四段 那要不是由赵崔在旁边提醒崇尔 那崇尔的那个面子就大了 所以你看看 只有到了秦国 这才知道什么是文化人 春秋晚期 秦国的实力 下降 秦国主要是和晋国中间发生冲突 但是经常发生战争 秦国常常是处以下风 被人家打到自己的国土上 打到本土 这是一种屈辱 但是不是意味着秦国完全不行呢 不是 你再看他们的后代 就是秦埃公 秦埃公的时候 楚国非常紧急 首都被人攻占了 被谁 被吴国攻占了 有一个申报戏 跑到秦国求救兵 秦埃公不愿意出兵啊 这秦国的女儿嫁到了楚国 嫁给楚平王 楚平王一看得漂亮 自己娶了 然后呢 儿子当然反感 逃走了 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形成大乱 一乱呢 儿子一跑 那么还有吴子虚 也是因这个事 在吴国带着吴国军队杀奔楚国 在那里的首都 这个事你看 岌岌可危 申报戏 跑到这儿来求兵 秦国 秦埃公 非常恼火 就是你个国君荒莹无道 导致你的后代这个样子了 不愿意出兵 但是申报许没办法 就在秦国外面哭 一哭就是七天七夜 感动秦埃公 秦埃公 秦埃公出来 朗述那秦国古老的战歌 秦峰的无依 你看看 这一出兵 法无就除 成功了 这说明什么 秦国还是有实力的 再说啊 秦国还是有文化的 就是出兵 咱们也是用的 十三百里的诗歌 来表示态度的 秦国真正的衰败 是在战国的早期 这个战国早期的 九十多年 秦国衰败 春秋末期 加上战国早期 一共是一百多年 而战国早期就占了九十多年 这个九十多年 秦国是真正的衰败 大秦崛起的第三个阶段 白年衰弱 诸侯悲情 秦国的衰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国内的 国内的军卫的传承出现混乱 另一个是国外的 国外呢 进过三家分境之后 这个魏国一家独大 成为战国守卫霸主 而他的著名的军事家 兵家吴奇 驻军西河 又叫河西 是秦国不能动弹 不能东进中原 这就是 魏国的魏文侯 把师臣谁呢 孔子弟子子下 就是布商 就让布商 那子下就在西河那里开门授徒 形成一个著名的西河学派 军事上文化上 彻底的封锁秦国 这个秦国是越来越衰败 加上军委传承出现一次混乱 所以秦国的最后啊 到什么程度啊 最后上位的 剑公会公会公的儿子 叫初子 又一个初子 秦国历史上两个初子 这个初子更小 只有两岁 他母亲正来的执政 怎么支持大家呢 就是赏赐呗 赏赐无度 这个忠用宦官 结果搞得国家没章法了 所以呢 秦国的旧贵族们 把这个国君给干掉 那么这个初子 被大叔长杀掉 是因为大叔长们看中了 有一个人就是前太子 就这个初子的祖父了一代 他就该做国君的 结果呢 他年纪太小 他被这个废掉太子之位 逃到靖国 在靖国一待呢 就是29年 将近30年 这个人很有作为 得把他取回来 这个人 就是秦宪公 诸侯林立 群雄竞争 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 高潮低谷 艰难曲折 这是持续近700年的接力 从西州附庸 到西方诸侯 从西方诸侯 到大秦王朝 秦国为什么最终脱颖而出 秦国崛起的漫长历程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秦崛起 聊言如也提示您 精彩继续 起起伏伏的秦国 又迎来了新任国君秦宪公 那么秦宪公是一个怎样的君主呢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一个叫回望先秦的网友问 魏国率先崛起 对秦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呢 战国时期呢 一开始 这个魏国的魏文侯实行变化革新 迅速强大起来 而魏国的魏文侯魏武侯 到魏惠王三代称霸120多年 魏国称霸强势的时代 就是秦国衰弱 屈辱的时代 秦国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 在他崛起的道路上 有高潮也有低谷 到了秦宪公回国继承王位的时候 战国寻寻中 魏文侯率先变法图强 魏国强大起来 而秦国几乎看不到崛起的希望 那么秦宪公和他之后的几代君主 他们都做了什么 是秦国最终在群雄竞争的局面中 脱颖而出的呢 自从秦宪公回国 秦国是三次崛起 这是战国的时候 战国崛起 天下无敌 这一崛起 一步一步走下去 天下无敌 先说这个秦宪公 他出国逃亡的时候 大概十岁 在晋国 二十九年 回国的时候 那就是四十来岁 连赴立场 回国之后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干什么 治从死 就是废除 活人群藏的制度 第二条命令 就是迁都 迁到哪儿 都 岳阳 岳阳在东 原来的雍臣在西 为什么要迁 因为他要实行改革 实行改革 他还要回避旧贵族 因为自己是被旧贵族们 推上这个位置的 所以就把老庸臣 放在老秦人在那住 你们就行你的老方法 我就到岳阳 去实行改革 秦宪公的儿子秦孝公 用商阳实行系统改革 商阳是个法家 之所以选中秦国 一是秦国 又法治传统 二是秦国 又秦募公 广用客卿的传统 第三是秦国 又秦宪公改革的基础 第四 那是最重要的 就是由秦孝公 对变法革新的迫切需要 商业的变法 重点围绕着奖励跟战 富国枪兵 所以在这里 他废除景天志 重农商 讲军功禁私斗 还有连作法 等等 他的一系列改革 就是围绕着奖励跟战 富国强兵 开始不被人理解 逐渐被老百姓理解 然后呢 显出成效 因为他大力的奖励战功 所以秦国士兵 本来就是应用善战的 现在好了 政策规定 你要内斗 要互相私斗的话 要重逐的称法 但是在战场上就博得军功 可以得到绝位 而且啊 这秦国在战争中 最后继功 是要数人头的 杀了多少人 因此各国 骂秦国是一个上手工之国 上是从上 手 手工就是砍头的工 杀了多少人 头一个下来 挂在马边 这么走 你想想 这秦国军队所到之处啊 是不是就是真正的虎狼之师了 上央的变法 是一直啊 这个变法的基础 一直维持到秦始皇 统一天下 都没有这个 从根本上的改变 秦校公去世以后 秦桧王上任了 这个秦桧王 首先把桑阳给杀了 为什么 因为自己做太子啊 犯了法 商鞅没给他施法 给他师父施那法 报仇 报仇 信恨 还有一些心中的正闷 当然是做个大家看的 他其实并不恨商鞅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夺权 所以杀了商鞅 但是谁要想出动商鞅之法 那就不可能了 谁出动商鞅之法 我先惩罚你 所以杀商鞅 用商鞅之法 一代国君 一代臣 这个秦桧王 他用的是张仪 而张仪呢 基本上用的是骗书 主要他解决了两个国 一个是魏国 魏国报的是公筹 你想想 从过去的晋国 他就压制秦国 打到秦国本土 后来成了魏国 还是黄河对岸呢 和东这方人啊 把秦国憋在那个黄河以西 河西以西 白于年 所以秦国要东进 必须少出障碍 然后必须把魏国打得你满地找牙 必须把你打成贵孙子 这是国筹 要说楚国呢 那就基本上是张仪 为了战略的需要和自己报私仇 融合在一起 因为张仪出道之前 和楚相在一起 有人说楚相丢了一个玉璧 救张仪 那品性坏是他偷的 所以再来挨打 受侮辱 这个仇不报是不行的 他一做国相就写信息给楚国了 我过去没有偷你的币 你说我偷了币 我现在宣告我要偷你的国 他是带着丝绸和战略一起去 因此他行的是骗术 问题在于张仪的行骗 不在于张仪本身坏了哪去 而在于你楚怀王是个什么东西 昏庸无能 刚笔自用 因为张仪的那些雕琼小技 谁都看得穿 有人看穿了 陈枕啊 屈元啊 都看穿了 但是你就是不听 所以根本问题呢 是内因 不关人家骗子 怎么会骗 你自己把握住 不就行了 秦惠王时期另一个值得 提到的是一个大功臣 司马错 司马切的巴士祖先 因为司马错 论法属 一定要占取巴蜀 而不要去罚韩 他取得了胜利 司马错的法蜀 是完全可以和商鞅变法 相提辩论的 请惠王的儿子请招望 在位时间很长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 犯衰 也就是战国策里面说的犯军 史记里面犯衰 在他的策划之下 废弃太后 揽侯 把他的 一个舅舅 还有两个弟弟 全部赶出京城 这个人请招望 才真正地说 什么事都有他说了算 这个人也有他的过错 就是犯衰 一拉功也有错 错在来 他和白起不合 终于害死了白起 要不然 秦国的统一天一家 就会找他一个 一二十年了 请招望之后 连续的请招望的儿子 老太子 五十多岁做太子 请招望去世以后要守孝 然后正式做国王 只做了三天去世了 请孝文王做了三天 然后就轮到 那个过去叫做 子楚的 叫做义人的 做国君了 他就是请庄襄王 不是招相王 庄襄王 就庄襄王 也是做了三年多到四年 又去世了 所以呢 秦始皇 实际上是直接 祭生了他的 曾祖父 秦昭王 秦始皇是一个早熟的人 这里有个概念 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前 他是秦王镇 赵镇 银姓赵氏赵镇 秦王赵镇二十六年以后 他就称始皇 秦始皇是一个早熟的国君 十三岁登上国君位置 二十二岁 家官 清政 清政的那一天 果断的 镇压了 宦官 脑外 发动的叛乱 而且呢 接着就 追究 国相 吕不韦 逼迫吕不韦 自杀 所以青年时代 就显出出不一般 这要比起他的曾祖父 那个秦昭王来说啊 就不在一个档词上说话 秦昭王知道 三十多岁 三四十岁 还没想到实权 最后还是靠别人来夺权 而秦始皇是从十三岁 就在自己已经登上位置了 考虑国事了 二十二岁 已经是老恋的政治家 然后 经过十年的时间 灭了六国 当然 包括 和秦昭王 那个时候 灭掉的 就是二州 东州 西州 周天子的后裔 也灭掉了 终于在 公元前 二百二十一年 统一了中国 没有这个统一 就没有后来 二千多年 改超 换代 每一代 都是这样高度 中亚集权的统一 也就没有 后来的 中国的大版图 所以秦始皇的功劳 是标邦史策 诸侯林立 群雄竞争 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 高潮低谷 艰难曲折 这是持续近七百年的接力 从西州附庸 到西方诸侯 从西方诸侯 到大秦王朝 秦国为什么最终脱颖而出 秦国崛起的漫长历程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华中师范大学 刘兴林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秦崛起 辽元儒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殷商灭亡 西州建立 忠于殷商的秦人 怎样在夹缝中求生存 他们最终又是怎样被封为附庸的呢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有网友关注一个话题 大秦崛起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秦世皇 是否平定六国的时间还要延长 因为没有这个历史 咱不好假设 但是有一种现象 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经过战国时代 秦国 秦宪宪宪孝宫 秦惠王 秦昭王 这样四代的努力 那么统一天下大局已定 这是一个潮流不可阻挡 所以就假设一下 不是秦世皇 是一个其他的国军 那么这个统一天下 也断然是不可逆转的 还有网友问 秦始皇希望传位万事 但秦王朝却二世而亡 这是历史的反讽吗 但我们说 这个历史啊 都是有局限的 任何人都可能有历史的局限 秦始皇他也不例外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这个公墨大言 丰功伟继 是中国民族第一次 得到一个真正的大一统 但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 他的统治方法出现了一些问题 缓和社会矛盾 他没有做过 他没有稍微改变 在消灭六国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战略方针政策 因此秦朝短短的15年就结束了 在秦始皇手中 秦国最终完成了平定六国 一统天下的事业 而秦始皇也成为了 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 那么历经数百年的秦国崛起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是秦人的学信与骨气 秦人有学信 有骨气 勇于战斗 但是不搞窝里斗 从来不搞窝里斗 而且秦国的国君 一代国君 包括还没有机位就去世的 在内 一共有四十位 一个个干干净净 没有性丑闻 占去父亲的妾 继生父亲的妾 占儿子的媳妇 这样的事情 在诸侯各国理眷不显 秦国他是没有的 秦国没有窝里斗 后人写的电视连续剧 经常有秦窝里斗 那是仿造其他国家 在那里虚构 秦国有这样窝里斗 首先把他干掉 所以他们的骨气学心是对外的 相反我们看看黄河一都的晋国 晋国从一开始 就是窝里斗 有个取我小宗 要向这个晋国的正宗夺权 取我还书 取我庄博 取我武功 连连对晋国本身 对他的大宗发动战争 上了一个国君杀一个 上了一个杀一个杀了六个 最终正在血腥的斗争中 取得了正宗的地位 然后杀子弟 一共杀了多少年 67年 进过了窝里斗 进过最初人才 但是人才互相窝里斗 一直斗到战国 初期三家分禁 三家分禁之后还想斗 所以比较起来 秦国是什么呀 有学性有国际 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 民族利益 大家可以牺牲 但是绝不搞内斗 第二是 从文与上武 这不是矛盾的东西 一个是秦国最有文化品位 尤其是在秦木工时代 不管是君还是臣 都体现了高处于各 诸侯国的文化品位 就是你 但是他们也不拘束于利益 秦人尚武 但是他们也吃不亏 比如说秦境小之战 秦木工一直支持 进国 支持进国几代国军 这是多么牢固的友谊 国有国之业友谊 但是他就没想到 进乡公当政 他的这个主帅 袁枕发起了这么一次 伏击 打得秦国全军覆没 秦国是在厚道老实中 被敌人 被对方教育出来 所以他逐渐的 变得更加强硬 然后是德尊与法治 秦国行的德政 因为在秦木工那个春秋时期 比孔子早 孔子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 还没有产生孔子 所以他的那个德政 刚才说到的 像白里希做国相 那种从来不坐车 都为老百姓着想 而且去世以后啊 老人孩子哭得一塌糊涂 他是真正的德政 而孔子讲的 导致于德 其实以理 当自己的儿子死了 最好的学生死了 把那个车卖了以后 买个棺材 他舍不得 为什么呀 不是说吝啬 而是说 你规定就必须坐车 比较起来 秦国的德政 似乎更可取 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 所以秦国啊 崛起 滑坡 再崛起 再衰败 最后终于起来了 天下无敌 就像上书 盘恒篇所说的 若火之鸟语源 不可向耳 有可谱灭哉 秦人究竟是如何 毕露蓝绿 披荆斩 这样走过来的 请关注下集 西州附庸 西州附庶 请不吝啬 感谢观看